聊天机器人TRAP GPT问世之后 深层室AI就先起了全球性关注 工研院也举办了深层室AI产业高峰论坛 聚集产观学一起讨论 如何运用台湾整合的优势 墙下上机 翻渡翻滚打哈欠 想要抓住毛小孩可爱瞬间 还是掌握他的进食健康状态 透过深层室AI 收集超过20万张照片 这是经过深度学习训练比对后 完全有别于一般相机 智慧毛孩相机是透过AI演算法 可见深层室AI也就是GAI 也早已进入你我周遭生活 包括这个医药产业 包括制造业 可能是优先台湾有独特的资料 优先应该用 用在这个GAI的发展方向上面 台湾要跟世界竞争 工研院举办高峰论坛 邀请产官学探讨 并献策四大面向 包括GAI风潮下领袖思维 台湾GAI产业发展 以及相关应用和如何落地 可以多考虑到针对专材型的 模型的发展 以及利用云端服务 能够创造一些优惠 比较多的中小企业的一些技术 服务平台 一家两家中小企业可能自己 不见得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 或许我们可以集合 或者跟一些特界学界 或者是工协会合作的方式 GAI商机庞大 为了不让厂商单打独斗 工研院积极发展 AI科技服务平台 有助于台湾产业 在全球竞争中 取得重要的一席之地 东森财经新闻 许谦留音在TURL 中文字幕志愿者RG 许谦留音